弟兄姐妹们平安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圣经 是耶稣今天对我们每个人的邀请 所凡有劳苦丹重担的人 都可以到他这里来 他必使我们得享安息 我相信最近我们在冠状病情的时候 有许多人有不同的丹子 不只在这个冠状病毒的时期 有这个丹子 在平时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丹子 做老板的有老板的丹子 做故宫的有故宫的重担 当然我们知道最近也刚好是在大选的期间 有时候我们也许我们会羡慕那些坐在高位上的人 其实我相信 平民百姓像我们这些人 有我们自己生活的丹子 坐在高位上的 有时候到我们近距离去看那个位置的时候 也许那个位置上是充满着丁子 坐在上面是不容易的 有时候坐立不安 有时候需要忍耐 不管怎样 我们来看耶稣对我们的邀请 他本身 他有没有经历他的单子呢 我相信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看到耶稣首先告诉我们说 他祷告父啊 天地的主啊 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 像婴孩就显出来 耶稣在这里做了祷告 这里特别提到着那时 那时是怎么样的时间呢 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节的时候 我们知道那时候 是施洗耶稣被关进监牢的时候 施洗耶稣是耶稣的亲戚 也是他福音的同工 可以说是福音的先锋 他的同工这时候 被关在监牢里面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知道耶稣出来的时候 他也差遣门徒去传福音 他本身也去传福音 特别我们在知道他出来工作的时候 在第十一章第十九节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告诉我们人子来了 也吃也喝 人怎么样给他评语呢 人就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 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 当然这是个对照 因为约翰来的时候不吃不喝 人家说他是被鬼扶着的 耶稣来的时候 像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也吃也喝 但是却被人称为什么呢 贪吃好酒的人 真的做人生不容易 有时候 尤其是做在领袖的人 这样做也不行 那样做也不行 记得有个同工跟我分享 他在教会服事的时候 他说当有人来看他的时候 在礼拜堂找不到他的时候 就责怪说 为什么传道人没有在礼拜堂 守望着教会 但是有时候 当他在礼拜堂的时候 那个会有又有意见说 为什么牧师传道整天在礼拜堂 没有出去外面关怀探访 而总之就是怎样做 都有不同的意见 耶稣本身也是这样 而且受的评语是不是很好的 那个名声好像是 他是个贪吃的人 他是一个好酒的人 如果你是耶稣 我们就感觉到真的是不容易 对吗 其实耶稣形容他自己 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 有时候甚至受到家人的误会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知道耶稣本身 也有他自己的单子 再来如果我们继续看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耶稣在当时的地方 来传福音 在哥 哥拉凡 还有布萨尔大 在这两个城市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知道 得到的果效是什么呢 圣经告诉我们 在那里耶稣行了许多的义能和神迹 但是那里的人终不悔改 是在第十一章二十节 耶稣在诸城 在许多的城市 行了许多的义能神迹 但是那城市里面的人终不悔改 我们可以说耶稣的成绩 福音的果效好像不大 得到的是 只是那些人听了 但是却不肯悔改 如果你是耶稣 你觉得为主 为上帝工作 没有果效 是不是也是一个重担呢 当然作为人 耶稣这时候 作为人 他一定有他的感受 所以这一段经文的开始 今天我们所做的经文 二十五节 是一个很重要的 是耶稣首先来到父那里 在那里跟把他 在侍奉里面所遭遇到的 这种种的难处 或者在被人误解 被人批评的情况下 他怎么样的回到天父的面前 知取力量 知取智慧 以致我们看到这一段祷告是很重要的 耶稣本身愿意来到父的面前 这是福音书里面常给我们看到的一个见证 耶稣贴近天父的心 当他来到父的面前的时候 这段祷文就变得很有意义 这段祷文使他耶稣能够突然明白 天父的心意 他说父啊天地的主 他化为一个感恩说什么呢 他领悟到说 你将这世向聪明通达的人藏起来 向婴孩显出来 其实这一节经文 其实是就业里面很常有的 就是上帝怎么样 向那些聪明的人隐藏 反而向那些婴孩 像婴孩一般的人显明他的心意 在诗篇第八篇第二节说 上帝从吃奶和婴孩的口中建立了能力 上帝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来建立能力 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第十四节说 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 这个在保罗以后引用以赛亚书的时候 也再次的强调说 上帝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 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不是说上帝要去故意消灭这些智慧人和聪明人 而是要讲的是那些自以为有聪明 离弃上帝不要上帝的人 保罗或是先知都再次告诉我们 从历史告诉我们 这些自以为聪明的人 上帝厌弃他们 拒绝他们 反而兴起使用那些 很像婴孩这样单纯的人 耶稣在这里知道他面对的重担的时候 他肯先回到父那里得享这一片的安息 而这安息使他能够领悟到说 现在他做的不是依靠他自己 他更需要依靠天父像婴孩一般来投靠上帝 以致他好像婴孩这样能够在父的怀里面得享安息 我相信我们也需要像学像耶稣这样回到父的面前 得享从那里他的话语得到力量 得到指示 得到安息 刚才我们从耶稣的身上 他的祷告里可以看得出 他对天父的这种的心意 他明白了 是像那些聪明通达的人隐藏起来 却像婴孩显明 然后继续地祷告说 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一个人能够去体贴上帝的心意的时候 即使发生许多不愉快的事 包括他所做的好像没有果效 他都能够去明白 也需要去接受去顺服上帝的心意 他也知道这是上帝所托付他的 他也跟上帝因为有亲密的关系 他得享了这一份的安息 这也成了我们接下来耶稣所要讲的 我们怎么样得到安息的榜样 耶稣呼吁谁来得享安息呢 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这是耶稣邀请的人 需要安息的人 这些劳苦当重担的人 当然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 这劳苦的出现 是跟犯罪是有关系的 在创世纪第三章17节说 当人犯罪之后 劳苦就成了人的生活的其中 一种的心 那种常态 确实是人因着罪 远离上帝之后的劳苦 但是我们也知道 马太峰这里特别提到 有劳苦的 是包括了这些宗教的人士 包括这些有信仰的人 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第四节 告诉我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 稍受到谴责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把这些所谓的条规 很强硬的要这些听的人来担担 自己却不去承担 所以耶稣说你们可以听他们所教导的 但是不要学他们的行为 这个单子在马太福音 是一个律法的许多的条文 跟那些条例 这些条例真的是很繁琐 很复杂 我记得好多年前当去以色列的时候 当时他们守安息到今天安息日 对犹太人来说那些传统的犹太人 他们仍然守着在安息日什么都不做 减少那种所谓的行动 包括什么呢 包括坐电梯的时候 他们都不按那个电梯的扭 就是让那个电梯每一层楼都怎么样 自动的在安息的时候自动开关 所以如果你住在17楼的你要下来到楼下的话 你要17次开关那个电梯的门 这些防锁的条例 这一次当我们去申请这个开放我们这个盛餐的时候 也突然体会到真的为了安全的措施 我们需要许多很细节的这些的条文 这些的动作 政府当局都需要我们把这些动作 这些要有的安全的措施意义的承民 尤其在分发的盛餐的时候 要怎么样的去执行 所以请弟兄姐妹也能够去接受 这不是我们故意的 也是一种为了别人的好处 也为了自己的好处 在这特殊的情况下定这个条例 但如果我们明白条例背后的精神是为了安全的话 我们做起来就比较能够很乐意的去写 若不明白就会发生这些都是成为一些单子 当时的犹太人 第一世纪的犹太人 真的是被这许许多多的条例捆绑住 感觉到没有自由 不觉得那种德想安息 反而觉得是重担 耶稣讲的就是 这些人也需要来到他面前 真的生活里面有不同的单子 原来在宗教里面也有宗教里面的单子 我们也知道 每个人在不同的情况 不同的岗位 也会面对不同的单 当然有些人生来就过度的忧虑的 常常感觉到好像一块大石头压在心头上的 把一件小事情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变成一种烦恼 一种的忧虑 那个单子就越来越重 迟到夜晚也不能够睡得好 不能够得到释放 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 不管是最近还是一向来 你都有单子的 你都觉得生活里面好像一块重大的石头压在心头上的人 喘不过气的那种感觉 今天耶稣要对我们这些 有需要感觉到劳苦 感觉到重担的人 发出邀请说 来 来到他这里 我相信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在线的也好 在这里我们听到的人 都有这种的需要 包括我也有这种需要 我们都有不同的劳苦 或是单子 重担 耶稣就是要邀请我们这里每个人 来到他命前 耶稣邀请烦劳苦但重担的来 包括你和我 来做什么呢 来得享安息 得享安息的方法是怎么样的呢 或是他途径是如何呢 耶稣说 你要来 来是一个邀请 耶稣邀请我们来 就好像圣餐这样 为理工会的圣餐 我们特别强调 这是主的圣餐 是主邀请我们来 我们这个礼拜开始 就有这个实体的圣餐的崇拜 我们也发出了三礼拜发出的邀请 说你可以注册可以来 这邀请 邀请了 需要你做出一些的回应 你可以选择来 你可以选择不来 这在于你 但是这个邀请是 我们的主邀请 所以我们要回应主的邀请的时候 我们要采取怎么样的态度呢 我们要采取很甘心的 很乐意的 虔诚的走到主的台前 就像领受圣餐这样 诸圣了之后 邀请你进前来 除非你身体上不方便 我们需要去到你那里来分圣餐 否则你是一种 也愿意甘心的 很感恩的心 而领受上帝的恩典 来 需要我们一个行动来回应 以致我们去 去到主那里 这是我们第一个 耶稣当邀请我们来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种 愿意接受主的邀请的心 当然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是 首先你要看到 你就直接这样的需要 你是一个担劳苦重担的人 你感觉到自己需要 卸下那个重担 所以你来的时候 你深信在耶稣那里 可以得享安息 接下来耶稣告诉我们 这个秘诀是什么呢 耶稣这方面说 他的恶是清神的 耶稣也告诉我们 学他的样式是容易的 是清神的 是容易的 他恶是容易的 他单只是清神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 耶稣在这里 首先要告诉我们的是 他先表明他的内心的状态 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那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耶稣先告诉我们 来到他面前的时候 是什么方法呢 耶稣是要告诉我们 一个简单的一个途径 就是跟他的生命 有结连在一起 就像他这样先回到父的面前 跟天父的生命结连在一起 以致他内心里面 先享受一份 或者拥有一份柔和和谦卑的心 当然这个谦卑 使他重要的是什么呢 他承认他需要上帝的智慧 他发现到他自己 靠自己的力量 是不能够去应对 这种种的需要 连耶稣本身都成了自己的 不足在作为人的时候 他需要回到上帝那里 支取这种生命的力量 也是刚刚我们所听到 他的祷告里面 有这样的一种的领悟 顿悟说 上帝真的愿意去帮助 使用这些阴海 像阴海的人 就是像那些愿意投靠 完全投靠上帝的人 心里如何谦卑 是一种对自己 知道自己的本位 同时又知道上帝是他的依靠 对上帝的愿意的信靠的态度 耶稣等恶 这个恶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作为木匠 耶稣也知道恶是什么 尤其是当时在这种 龙根的社会里面 那个牛的恶是帮助他 这种工具 帮助他能够更清神的 来离这个地 来耕这个田 这些工具本身 就好像我们早期 当那个水 用那个 当那个水桶的时候 那个单子这样 那个扁单这样 能够使我们能够清神的 提起那个水的重量 在犹太人 他们讲到这个恶的时候 有一个传统 或是他们的历史传统里面 他们发现到 在这个律法的教导的这个内容 他们也用这恶来形容 这个恶是才来形容 这个律法的许许多多的这些教导 或是这些条例 原来许多的条例 不知不觉当中 本来是要帮助他们生活的更好 更顺畅 更有活出一个更美的道 美德的生命 但是有时候 这个恶可能不知不觉当中 本来是好的 是个工具 后来就变成一种贬义 好像成为他们的重当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一种 本来是好的工具 结果却成了他们的单子 就好像如果我们拿着一个工具 铁锤来帮助我们打钉 但拿久了之后 这个工具本来是帮助我们清审 要打钉的 结果以后怎么样呢 反而成为我们手中的一个重担 当然这个是看怎么样使用 耶稣首先从生命的本质开始 你得享安息是来到主的面前 或是来到耶稣的面前 分享耶稣的内在的柔和和谦卑 然后接下来跟耶稣的生命 借连了之后 就发现到他所教导的 其实要求也是蛮高的 耶稣的教导不会逊色 以律法的教导的要求 但是因为有这个生命力 就对这些条例 有这种能力去实行出来 就像今天我们读的保罗的书信里面 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 讲到那种的痛苦 就是里面的两个律 两个律里面一个形上的律 一个作恶的律 在那边不断的打仗 保罗后来的体会是什么呢 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主 当有主在他里面的时候 他就能够胜过了 那个常常给他感觉到重担的 那个恶的力 感谢上帝 我们今天也是这样 当耶稣讲到是清神的时候 保罗真的在体会到 耶稣所教导的这些内容 所教导他们去行的 不是来欺压他们 使他们得到一种 得到一种不是得到释放 是一种重担不适 但是得到一种生命的自由 这种自由 就耶稣所形容的是一种的安息 得享安息 当然这个安息的知识非常丰富的 从旧约到新约 这个安息有一种 以后将来的应许 就好像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 也形容进入迦南 得享了安息之地 那应许之地也是安息的地方 希伯来书在第四章也是这样形容 这个安息的将来 一种完美的一种的境界 和一种的体会 但是我们要了解 耶稣在这里讲的 安息不是单单指将来的 他更指的当下的 我们今天所面对的 我们现在的处境的重担 可以得到安息 不是单单指的将来的 所以今天对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 我们活在当下 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日子呢 是这个冠状病毒 正是在全球 接下来可能有第二波的 那个感染的这个阶段 我们看从新闻报道 真的是使我们感觉到很 令我们觉得有一种担忧 在六月份 根据联合国的报道 每十六十八秒钟 就与个人歧视 这个数目是很可怕的 每十八秒就有一个人 其实因着这个冠状病毒 也有许有学人 真的活在这种恐惧之中 我不晓得你有多少的担心 大选会不会使你也担心呢 担心选出怎样的领袖呢 很多未来的事 真的不是我们所能够掌管的 我们只有再一次的 来到这位掌管明天的主面前 得享这个安息 包括我们人生接下来面对的 各种的考验 明天的日子 上帝知道 所以耶稣教导我们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当 明天有明天的难处 明天再当 不是叫我们逃避 而是叫我们依靠 对上帝全然的依靠 一个依靠 注目看着上帝的人 他必然得享这种安息 和得到满足 让我们接着这种诗歌 来作为一个回应 注目看耶稣 凡劳苦当重担的人 当清净耶稣 得享安息 得饱足 明天的难处 也不会让他诗歌 是什么诗歌